市長殘酸林丹町會 台南起北幸福天北行 總算是完成7天的生活 37區 總路山是370公裂行動 在騎回去重點站的時候 除了有集齊價等候以外 還有跟丹町會一樣 是少年世代的家人市長林宥昌 林宥昌就希望說 丹町會可以成功來出山 跟同樣是 我們自己的心在市長林志堅 這會來走行 我們自己的基金團隊 共同來打拚 契合最好丹町會騎了37區 370公里的台南起北 幸福天北行的隊伍 提到台南市政府來完成目標 基隆市長林宥昌 在重點站等候丹町會來騎 跟支持者 立正迎接到丹町會的車隊 丹町會也發表到 真正的行動的行動 陳廷飛可以讓大家可以交托 而且可以把台南的未來 交付給陳廷飛 我們有行動力 我們有執行力 我們有溝通力 今天又有宥昌市長 這個最年輕六年級的市長 來跟廷飛加持 我相信我們希望用六年級生 這樣的年輕火力 帶動台南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新的氣象 跟新的未來 既然市長林宥昌 既代也是年輕級的丹町會 通過柯陽 贏到最好勝利 作為自己的年輕級市長 這次的團隊 助成年輕最好的年輕級 管市長三人組的行列 非常不簡單 370公里 這是展現了擔任市長的一個堅定的意志 還有決心 還有耐力 我想這個陳廷飛三屆的議員 三任的立委 絕對是值得大家來肯定 那更重要的是說 六年級生 還可以服務二、三十年 所以我想 台南的鄉親也可以思考 也應該思考 是不是選擇一位 可以為未來大家 服務二、三十年的台南市長 最好在這次的環保職下 民眾憲慧 作為非常留念 替他們歡喜 通過37區 370公里 騎梯買的科研 記者陳佳森 安平哭 蔡鳳報告得